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弃威吓 打压 与台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新局面 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马扫光表示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台湾尘土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寄予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也是历史大事 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发展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建立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 一切反对台独 赞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政党 团体和人士都应倍加珍惜 我们将继续同台湾各党派 团体和人士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沟通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我们愿意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反对和遏制台独 为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态独分裂图毛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2020年 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的 解放台湾 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祖国的政治夙愿 进入了一个最佳窗口期 解放台湾并非诚意识学性和匹夫之勇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强国 却被美国日本紧紧地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说是一个海洋国家 却丝毫看不到大洋的波涛 如果我们解放了台湾 统一了祖国 那么中国将会服侍整个太平洋 所谓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都将被砸得粉碎 台海问题自然消失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都会顺势而解 整个东南亚都将完全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李敖曾形象地说 台湾就是中国的高丸 被美国紧紧捏在手中 令中国动弹不得 只有解放台湾 中国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国家 只能解放台湾 中国和美国才能真正平等相处 中国才能真正得到西方国家的尊重 只有解放台湾 中国才能说崛起和复兴 只有解放台湾 才能对得起传承了5000年之久的 伟大的中华文明 只有解放台湾 中国才能重构世界秩序 才能书写21世纪的中国篇章 当今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大国强国 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 尽管中华民族 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优秀民族 中国也是一个在与草木民族竞争融合中 强大起来的国家 中华民族虽然曾有过一段 备受屈辱的历史 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血性 那份高傲 不允许我们退让 不允许我们等待救世主的出现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是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 现在和平统一已无法实现 就必须以武力统一 即使打碎了家里的坛坛冠冠 只要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又有何方 一个人活着要有尊严 一个民族活着同样要有尊严 为了当下的幸福安宁 而忘了国家的破碎 那是一种苟且偷生 解放台湾不能再抱什么 靠台湾人自觉的幻想 台湾人在心理上 正在与大陆人渐行渐远 靠马英九的保持现状 靠蔡英文的去中国化的变相态度 台湾只会与大陆越来越远 祖国统一的梦想只会越来越渺茫 拿出我们的决心 坚定我们的意志 凝聚我们的人心 大胆地喊出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去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我们要丢掉对台湾人 新叛统一的幻想 丢掉对国民党 重振怂风的幻想 丢掉对民进党和蔡英文 改邪归正的幻想 重新高举起 解放台湾这面大气 宁愿打碎家里的坦坦罐罐 也要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业 现在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的最佳窗口期已经到来 我们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强大的军事实力 而且有一支有灵魂 有血性的军队 有敢于对中华民族负责 有远见着实 有战略思想 性格坚强的领导人 可谓天时 地利 人和 当年汉武帝打破匈奴 打通丝绸之路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建立了万事不朽之功 现在又一个历史机遇出现了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我们还要更待何时 乡愁是一湾沉沉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只有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才能让两岸相拥相卧 才能让两岸把酒言欢 才能让两岸跨越那湾沉沉的海峡 同气连汁 血脉相容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都值得我们这大人去实现 因为这一伟大工业所连通的 不仅是一湾海峡 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是一段断裂的历史 是整个华夏同胞的心愿 当前 中国已战胜疫情 士气阵望 而美国等西方大国都深陷疫情 金融动荡 经济衰退 军队也在疫情中遭到重创 此时此刻 正是中国解放台湾的良机 是中国统一祖国的最佳窗口期 这是一次成就中国民族千秋伟叶的 千载难逢的机遇 此时不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更待何时 到底何时才是解放台湾的 何时时机或者成熟时机呢 无论怎么推理 恐怕只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 美国全面崩溃 军事力量大幅衰弱 失去世界霸权 这种情况百年内恐怕难以见到 第二种 中国超越美国 并且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全面超越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理想的话 这种情况恐怕也至少需要50年 即便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 如我所愿在10年内超越了美国 但科技能力 军事装备 作战能力方面明显具备优势 恐怕也是几十年 乃至百年以后的事 这不是泄气的话 只需要看看美国在二战时期的海军航母技术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航母水平 就知道差距了 要知道 美国绝无可能停下来 等待中国发展 等待中国超越 第三种 中美全面交恶 美台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军进入台湾 这种情况的概率远大于前面两种 但这时根本不是什么时机成熟 而是没有退路的绝路了 这种时候出手武力统一 代价才是巨大的 甚至可能是失败的 还有可能导致大陆崩溃 第四种 台湾极独占据主岛 在每日支持下宣布独立 这种概率远远大于前三种 但同样不是时机成熟 也是绝无退路的被动一战 既然台湾敢于如此 若敏获得了足够支持 做好了战争准备 此时动物 代价同样巨大 即便最终占领台湾 也是惨胜 第五种 台湾岛内发生严重混乱 甚至内战 这种概率微乎其微 以台湾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意识 无论我们如何统战 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 军队滑遍导致内战的可能性不大 在以岛内力行和面积 尤其是台湾军队的现代装备 游击队不像过去两种落后时代 可以战山为王成立根据地 民间暴动成为内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只有我们采取武力手段 台湾军队看到大陆决心 明白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贼举下 才有可能通过统战手段 实现台军的滑遍或者弃战 综上所述 那些等待时机成熟的观点和主张 有的是不想作为 而有的是故意拖延 带歪路子 还有很多人认为 打台湾将会使我们失去发展机遇 导致经济倒退20年 这一观点 的的确确占占据了很大市场 是时机不成熟的最大论点一句 难道我们20年或者50年以后武力统一 那时候中国就不发展了 就不会失去发展机遇吗 经济就不会倒退了 越是拖下去 代价只会越大 风险只会越高 所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成熟时机 所谓的成熟时机 就是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需要的必须的时候 现在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